我们一起讨论《道德经》第64章 《道德经》第64章 《道德经》第64章 我们下次去阿斯莫尼宇宙 就是这句千里之行使用图像 但是大家看整个六十章的安排 我们以前很多同学中学大学都学过这一段 并且把它理解为从量变到质变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把这个荷豹之木九生之才千里之行 独立拆开看把它理解为从量变到质变好像还有一点到了 但是放到这一章子中如果去理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 我是把这一章理解为按照修道成德之图来理解 那么包括荷豹之木九生之才千里之行的这种比喻 都把它纳入到修道成德之族精神方向的这种持守 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一段我们重复开始 所以其安逸 所以其安逸词 这个安实际上非常有意思 简单的说 安的就是安语 那么如果我们记不解释这个安的其实包含了这个自己对自我的当下状态的一种肯定认识 简单的说 它包含理性的了解 同时也包含意志的选择和情感的认识 所以说安意味着理性的自觉 这个自觉自觉什么呢 安于自身的存在 安于自身属乎的本性 只有一个人能够自觉的了解 理性上能够了解 意志上能够自愿的选择 情感上能够高度的认识 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持守他的属乎本性 这个词简单说就是持守 这里讨论一个什么问题 这里谈到义词 后面当然有义谋 义判义善 这个义 实际上讨论的是精神的自发和精神的自觉的差异 简单的说安可以看作是精神的自觉 后面卫照 脆微 这显示出精神的自发性 我们说只有一个人能够达到高度的精神自觉 他才能够真正能够护持守护住他的本性 但是 这种状况必须要经过围道的功夫 要经过这种自觉的修养 更多的人 他的素不本性 一直处于自发的状态 所以其卫照的异谋 卫照是指 我们说照是指真照 就是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 但是已经微微显露了 卫照 所以说表达是这样的素不本性 会分化的状态 这里的一谋是谋是谋化 但是道家意义上谋化更多是教化 就是如何引导至于这种大道之处 这个大家看士德卿的解释 士德卿将谋解释为戒身恐惧 这种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技巧 更多展示为一种情感上的 一种深深的戒律 所以卫照一谋 就是本性还没有完全分化的时候 可能更好去引导它到达 这个影像大道之处 一旦分化 一旦已经走上了齐土 那就相对来这种苦 让它再回到大道之处更加的困难 所以齐翠一叛 这个叛通分叛的叛 判断的叛 叛也就是分 那么脆和微可以理解为 这种素不本性的初步的分化 初步的分化 这个士德卿把这个两个字 是以理解为一念石蒙 刚刚蒙发出来的状况 但士德卿是佛家的解释 这个石蒙 我们说它在道覽更多展示为素不本性 一是善,就是完全的分化 这个翠和威所表达,对于未修道者来说 尽管其束缚的本性非常好 但是如果不自觉地去修道 没有能够自觉地去守护这个束缚的本性 事实上非常容易误入其父 非常容易不断地去分化,而远离自己的束缚本性 所以老子接着谈,我们要做修道功夫 要为之于未有,至于未乱 修道要从什么时候,最合适的 而在未有,未有就是福,就是还没有分化的时候 为之,这个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某图画 在这种状况下,未有的状态下,更容易 我们能把它引向这种大道之徒 更容易保持住,持守住它的束缚的本性 至之于未乱,乱可以看作是本性的彻底分化 彻底的分化,走向远离大落之徒 那么在它还没有彻底的分化 在这个时候,可以自指,这个自是自身 不管是一身,还是指万物,以及万事 那么在其本性没有完全分化的状态下 去图谋之,去引导之,为之,治之 这才是,老子看来这是更合适 更为合适 荷豹之墓,生于毫末久生之台,其雷土千里之间 始于诸相 我们说它,接着这个前面,其安其未造其翠其威 实际上它讨论的是,如何从这个起点 从开始,从十点去做功夫 那么这种毫末雷土诸相 那么这种毫末雷土诸相 简单说就是修道的,为道的起点,始点 那么修道当然有始也有终 开始,那么是这个毫末雷土诸相 但是它的终点是,何报之墓久生之台千里之心 修成德之徒,我们说充满了这种歧路 充满了这种危险 我们以前谈道理道,真正大道理,强道之徒 道理道之增,随时都,实际上在整个成德过程之中随时都在 但是起点非常重要,起点如果走上了歧路 那么这个整个的录像都可能完全的走向一个完全分化的 比如说一个这种,按照老子说是既盼又散的这种状态 但是起路也有可能在途中,也有可能在终点 起点同时是方向,对于修道者来说 那么这个起点简单说就是沿着大道,这样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展开 浩浩大量展开,但是整个过程,我们说在终点,在过程,同样都有可能 物如其福 所以,老子这一谈,这个荷豹之墓,豪沫的关系 更强调的是要在起点,要在它的始化点,要在它的根基上 要求应好自己的方向,精神方向 这个精神方向,同时也是精神的根基 所以,这个前面谈,魏造,脆魏,也就是陶墓,雷土 这也都是我们进一步修得的它的根基 那方向的正确,根基正确 但具体展开过程之中,我们说随时 以前我们也谈到,古之善比世子,那种戒慎恐惧 那种随时充满了警惕 对于歧途的警惕,随时都会显示出来 那么在展开过程中,真正的一些大道方向呢 我们说是强盗之物,非盗不盗之物 那么这里,老子具体展开,所以为者败者,职者失职 为者败者 所以,为者,我们以前谈为 就是把自己的意志,目的,欲望 施加于他人,他物 那么施加于就是,我们简单说就是出于己而加于人 同时,取物还归于己,让物 让物资金 感谢